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 我們都有一些計劃 告訴政府 我們這些都會在今後日子推動政府去研究 怎樣能夠落實的 我們目的推動經濟發展 就是希望怎樣提供多些就業機會 可以提升市民的生活水平 好了 我講完這些就做一個開場白 看看媒介朋友有什麼問題想問 明明勝負回到 即是贏了那麼多議席 即是贏了那麼多議席 會不會和政府的紙錢的時候都有利一點 例如政治助理或者副局長的方面 可以推薦得多些人算 其實人事上的問題前個時期已經做了 最後要看政府有沒有什麼決定 我們現階段也沒有打算有什麼新的推薦 一位一位,你再次強調,上界十三席的民建聯和公聯會有三席是雙人失分 現在你說全部十三席是你們民建聯的失分,現在你是否從公聯會劃清界線 今早閒姐講到不會利益某些政黨的策略,人在做天在,案件都可重 你可否是你們戒票令他少了票呢 還有想問一下,劉剛說選不到超級區議會 你們本身是想著部署安排他做這個黨主席,你會不會臨莊,還是有甚麼部署呢 好,一連串的問題,著個回應你 就,閒姐講甚麼,我不太清楚,你再問她 就,我剛才所講的只是,就是告訴大家 因為我們2008年的時候公佈過13個議席 當時我們也都講明,是有三位,他們還有一個是公聯會的身份 因為這樣,所以我們這次提供資料的時候 也都講返同樣的情況給大家知道 此次是這樣 至於民建聯和公聯會的關係一直大家都很好的 因為這次選舉可能個別的事件出現了 或者在選舉過程中有些磨擦 我已經和林淑儀會長和陳友凱副會長也分別說了 這些事情發生我們都不太清楚 以及也不想有甚麼事情發生 但選舉完了,我希望這些已成過去的事情 我們不會再提的 我們未來日子一樣有很多的合作 特別是在立法會 至於你問關於民建聯 按照我們的章程規定 民建聯的領導層,即是主席那一層 沒有規定一定是立法會員的 當年曾先生做主席的時候 曾經有一次,我們記得是95年的時候 95年曾先生未能當選的時候 他後來都同樣擔負罪民建聯主席 所謂的新聞部都說到 人民應的社民面 有兩黨合作到26萬元的狀況 其實有很多人說 其實國分合理本都比較穩 但因為和人家下去戒證 即是不說戒證,不說戒證就搞到這樣 這件事上你覺得兩黨還有很機材和合作 我先跟著你那個戒證 看看誰的表情 我明白 他們家人是甚麼人 他們那班人 你說一下我們,我說他們戒證我半都行 我們從來不說這些東西的 我申請你,沒有誰戒誰戒票 那你如若未來新界西都戒票 你這樣說 為甚麼我們不只但如若未來戒票 這個講法是非常荒謬的 我要先跟證你 你忍述,不是評論 無論你忍述誰戒證好 無論你忍述誰戒證好 這個講法不確 尤其是比例代表制 這個多議席版票制 你必然是大家會互相搶票的 除非你協調 民間聯呢 他就真是一個政黨 無論你多討厭他 說他有選票甚麼都好 他真是一部選舉機器 這個是民主派做不到的 本來民主黨可以做到 但是他不想做 OK 公民黨都做不到 他仍然到今天都是靠明星 我們覺得整個香港民主活動是非外面 現在唯一有一點點驚喜的 就是整個民主派的政治光譜 激進派這次兩個黨加起來的得票 是多於公民黨 亦都多於民主黨 民主多於14% 公民多於14% 社民連加人民力量是12% 你要看這些數據 我們都不想去批評其他政策 我們切切實實去看 這個選舉的結果 所顯示的意見 還有 我們是在全方位 被所謂民主派的傳媒 和民主派打壓過來看一下 仍然有這樣的選票 是吧 你要看到整個香港的走勢 是吧 這個才是最重要 是吧 我整個選舉 看香港未來民主委員會發展 這個才是最重要 其實你看整體的投票 民主派都是仍然多於委員會的 但是問題就是 整個選舉工程 純粹從技術來講 你就輸給人家 是吧 這個是必要 我們和社民連 那個政治光譜大家比較相信 我們和大舊 大家 我們創社民連 當年08年 這個選舉 立法會選舉 是我領導的 我們拿了15萬票 當年的社民連 今次人民力量 我們兩個人帶領這個團隊 是拿了接近18萬票 OK 如果單就我們兩個人來計 我們上一屆兩個加起來是7萬票 今次是我18萬票 相當大的進帳來的 你要看這些而已 你要看數據 不要整天那個位 例如黃陽 但欠2000票 輸也是輸入很多個位 但得票 你給他多2000票 我們得票率都不會增加很多的 但就多了 但意義就不同了 但我們實際的支持是沒有降到的 和你少了個議席 所以我們和社民連 我們在整個政治光譜 激出民主派裏面 你是看到那個形勢的發展 就是那個增長的很大 當然 社民連因為他可選的人 沒有我們那麼多 所以他 譬如你將陶君行 或者梁國雄 加上民意的得票 和上一屆我領導社民連的時候 他這幾個人的得票 加上差不多 他是沒有增長的 所以唯一的增長 就是我們 整個人物力量 整個人物力量 這一支期 我們不需要自吹自徊 你看看數據 沒有一個政黨比我們更快 是否在幾個小時之外 我出了數據出來 我想提一點 即是合作中間 對 對 對 有 譬如之前拉布 都是大舊 或是我們 人力的執委會 我們大家會談談 和社民連的關係 我們會談 不過我們還未作出定案之前 我個人的看法 即是我講我個人 即是我們和長毛 即是和社民 我們在議會裏面 或者在議會外 抗爭路線 是很暢敏的 所以我們是絕對 是可以合作的空間 我們合作的空間 是絕對 大過和民主黨 和公民黨 或者和其他民主派 我只可以這樣回答 但是最後的決定 都是要我們人力 在選後做一個 很詳細仔細的檢討之下 以及再重新定位 我們到底和其他民主派的關係 或者我們再可以 如果大家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答覆 因為政治不是搞一日的 也不是為一次選舉的 同時我想說 我希望和08年一樣 我開記者會的時候 我講 那時我是主席 今天她是主席 不過我想說 就是 他歸選他 選後大家要回復正常 這個就是這樣 所以選舉的恩怨 我覺得不必要在這裏再提 剛才包括大九 和我們主席所說 我們只是對某一個傳媒的分析 選舉的分析和從下觀的結果 我們對某一個傳媒的譴責力 還有我想說一點就關於剛才你提到選舉票的問題 我覺得這些是抹黑打壓和扭曲的 我們有沒有指責過余若萍來新界西 很早的記者問一下 余若萍來新界西有沒有影響過 我說歡迎他下來 牛下來新界西我們有沒有吵過 我們沒有出聲 我們是歡迎任何競爭 這個選舉的監管意義 所以那些傳媒特別針對九龍東王陽達 這一個就是針對抹黑和扭曲的 為什麼你說這個戒票 余若萍的拿票能力 更加強的